健康生活 香港有辦法 休息完再繼續我們今天星期六早上的 健康生活 香港有辦法 這裡多了另一個發作生和這個節目的好朋友 就是蔡子銘 醫師師 你好 大家好 啟泰你好 蔡醫師你真是 黃先生 越看你越精彩 之前來聽Lily都很開心 有個英俊醫師在這裡 是的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我又重複又說 我真的很想在四方圈那裡見到他出來 謝謝你 我們休息一會兒 蔡子銘幫黃先生把脈 這些免費的東西當然是爭取 黃先生的身體是怎樣 黃先生的身體就差不多了 無法知道 因為最近真的太忙了 做了節目之後 我還沒說差不多什麼 差不多就越來越好 不用那麼緊張 我覺得最近真的覺得自己年紀大 坐車兩元計算是很難 現在我到處去都好 一個人開心一點 不需要顧慮 這個有十幾元 二十幾元 總之兩元計算是 自己的心情覺得社會的福利 以前加了那麼多稅 應該都可以享受 但問題來講 因為現在第一次這麼多個叫 我自己都覆覆了一整天 臉都青了 上個星期都很踴躍 變成那天真的很忙 那些事情就派進去 做一做不及 那些人就覺得很累 今天來到 反正有十分鐘 我老虎也很髒 不要蝕 冷靜捉著座醫師 給我看看 會不會身體哪個機器 哪個部份 可能要大收一下 我去給他看看 他又不知道 他在節目中才說 結果出來 拍不拍公開 當然沒什麼所謂 大家都不認識 即是把張少許墨 是 望文文切 就看了把張少許墨 王先生的身體如何 不停地說一下 王先生的身體 即是 你看他的臉色 其實我們 大家這麼多位家庭觀眾 可以一起去看看 即是我們講 中醫 在Facebook看 望文文切 即是可以看文文切的時候 我們其實 中醫裡面 現在大家看不到任何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先看自己 看自己什麼 其實中醫其實在望診 很重要 就是望面色鼻歌的位置 T字位 T字位 也是T字位 譬如大家可以聽一下 記得嗎 記得 上次 剛才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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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師傅 他都說T字位很重要 T字位很重要 譬如我們兩眉中間 其實中醫說 屬心肺的位置 心肺的位置 所以 其實如果一個人 突然間感冒的話 即是說有些風在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兩眉之間 這個心肺的位置 會微微紅紅的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 不是有運氣嗎 紅紅的 紅紅的 這個紅 你看到是病的不紅 好像鬼怪那種 即是他的紅 就是健康的膚色來的 他不是多喝兩杯紅嗎 散光了 哈哈哈哈 即是我們要識分 當然大家可以初步留意一下 但我們在說黃先生 他是怎樣 黃先生他最主要是直下 即我們中醫在說 鼻梁這個位置 偏白一點 即對比其他面色 上面其他不同部分 特別偏白一點 白一點 在中醫來說 屬於肝 肝的位置 肝的位置 肝就是沒有錢 這個不是沽肝的肝 即是說身體真是肝 因為我們中醫說 肝藏血 肝和肝的時候 其實是說 血不能夠好好的床 所以黃先生其實是一個 氣血偏虛的狀況 怎樣得來的呢 當然是勞累 接這麼多床 即是你有錢老病 哈哈 都不是辛苦命 辛苦一點 其實好像黃先生這種 如果問題的話 其實不是特別大 但真的看到他 有一個氣血 規虛的比較厲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鼻梁偏白的話 很多時候就是中醫的肝 即是說氣血偏弱一點 偏寒一點 那應該怎樣進步 不用 我覺得做事就隨便 可能可以 不要這麼認真 那就輪到 Lily的血虛 我都給她做 我應該沒問題 不過Lily的面色我好 Lily的面色上面 反而可以看一下 我們說有白 可不可以有紅 即是鼻梁的位置 都可以有紅 其實Lily偏紅一點 你如果看一下 鼻梁的位置偏紅一點 鼻頭也偏紅一點 整個人偏向壯實一點 這種人很有憧憬 做事很有朝氣 但是有時過分了 情緒上可能會偏向急一點 還有過分有些怒氣的感覺 如果適當 你知道自己的性格是怎樣 你照樣調整 其實你的身體又會好 中醫就說我們的情緒 你想些甚麼 吃些甚麼 對 其實跟我們的身體很有關係 所以注意自己的情緒 注意自己的面色 非常之重要 不是發脾氣 人們說是相干的 一定是 他只是說這些 其實是兼職做看相 可能更加 十全十美 你不用膽 你不用開陽 看一看 你甚麼病 其實有一群中醫師 你一進來 我看到你的樣子 臉色 都不用膽 但是我們說 我們今天去看的時候 當然不是看相那種 相學其實都有他的可取之處 但我們中醫去看面色的時候 我剛做的事 其實是由面色當中 我們知道狀苦的狀態 譬如我知道黃先生 肝血偏寒的 我反推 這個人肯定是勞累的 我便要從他根源上 告訴他怎樣調治 就是中醫師平時開完藥之後 叫他 鬼怪 你最後少些 通常有些這樣的 我們叫醫足的事情 就是叫他怎樣做 好像黃先生這種 如果他自己不想吃藥 想靠自己調好 就要由這些小事做起 那你只要看我的例子 是怎樣解釋呢 這個就是 看看如果日後要開荒 我就說 幾樣東西我們合參 望文文切 幾樣東西夾在一起之後 我們得出一個準確的結論 跟著才下藥 但總體來說 黃先生就是氣血偏藥少少 那要怎樣保養呢 其實我們來講 那些朋友來到 我們都要看一看他的樣子 當然我們再進一步 你要把脈 其實也等於我們用鏡頭 放大看你的頭皮有什麼問題 照計 差不多 類同這件事 更加肯定性一點 看到他的結果 那些人來到 你們都是一個詳細檢測 頭皮 頭髮 等於蔡子銘醫師 一樣 就是望文文切 然後你們做療程 就落腳 等於蔡子銘就開藥方 是的 這個是肯定的 因為我們會看他的臉色的光澤 有些人的臉色是蒼白的 很簡單 就是跟他檢測的時候 我們查他的頭髮來說 他的色素不是更平均的 有些是淡一點的 我們說的 即是 黃帝雷經也是說的 這個我們說的是 精血和氣血失禍的一個表現 還有一樣東西 我們說的叫做 失毒 即是失 就是很多人 香港人最喜歡冷氣放的 變了頭皮 是鋪了一層的油脂 和毛孔也都失得很厲害 我們都會關心他 叫他什麼呢 做多些運動 還有 是真的要 作息時間 要安排好 還有一樣東西 病重口有 都會關注他 告訴他 吃些清淡些的 還有 要介一介口 這些辣的 真的要 還有一些過分的飲酒 其實我們賣的 賣的都是一些 我們說的 中性藥的那個方 裡面都會有 我們說的 血塞 還有條理 精血 還有一補肝臣 都會有 其實蔡醫師 我想請教你 其實你只是把脈 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年輕的時候 我就很精壯 你看不到我這些什麼 白 又怎樣 會不會年輕一點的人 就比較正很多 是吧 糧腫一點 我們年紀大了 我剛才說 兩元坐車 但我猜不到你真的兩元坐車 我爺爺你五十多 五十多 我兒子就差不多了 哈哈 問題來說 會不會年輕一點 或者年紀大 很簡單 你禮拜頒獎禮 全部都出來 都超過四十幾歲 但有一個很年輕的 你記得是誰 考考你 那些新演員嗎 不是 那些是導演 哦 那些三十頭 對 那麼年輕的 後來居上 你年紀大 你經驗不夠 但年輕的 都好像蔡醫師 二十多歲 黃先生想說 年紀大了 是不是真的會弱一點呢 如果黃先生對比起啟泰 當然是啟泰會比較精壯 我以為黃先生去大學幾年 黃先生都不錯 但人體正常狀況來說 當然是年紀越大 身體當然是走下坡 如果你說走上坡 那你是神仙 但我們看回皇帝內經怎樣說 皇帝內經裏 女仔和男仔是不同的 女仔我們講到七七之數 即是用七的數字來劃分 即是除七老 乘七 因為乘七 女仔就是去到五七 即是五七幾多 五七三十五 黃帝內經就說 五七陽明密碎 面似招法子度 即35歲的時候 女性原來當開始走下坡 這麼敗嘴 說什麼很不值 我們先聽說男子如何 精壯的男子 美容軟水就很生意 你不保就好像老 女子如何 男子業百數 八個乘八 即是賺了五年 賺了五年 男子五八是怎樣 五八神氣衰發墮此稿 五八開始才神氣衰 即是四十歲開始 這個大概,人人都不同 但我們了解到的是 女性比男性 通常來說要早些 步入一個走下坡的階段 所以如果留意自己身體狀態 女性其實由三十 到四十歲中間要留意 男性去到四十歲左右 更加要留意多些 難怪我們朋友 多數都是 接近四十歲的比較常去 開始有問題 開始有問題 這些真的有根據 這些不是我叫他上來 他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腎對頭髮有影響 腎煮髮 腎煮骨 腎煮骨 但看得太對的是什麼 腎煮骨帶其華再發 即是華光的光澤 就是看到頭髮 幸好不用發脾氣 不要緊 無論如何 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知道大家其實 一個人衰老是正常 但其實都要保持 頭髮其實都一樣 始終人年紀大 新陳代謝等等 我們講過很多集 其實都有可能出問題 為何不及早處理 還有一個簡單的頭髮檢測 今天有十位行運聽眾 都會得到 打來很簡單 27872998 或者1834997 打來跟黃先生說 你自己頭髮的問題 我們抄下你的問題之後 當然會有機會 送回一個免費檢測 還有一次 納米的蛋白營養能量建發療程 免費 免費 給大家試做一次 機會有限 27872998 現在也可以上到Facebook 可以Like一下 或者看看我們的Facebook 就是 健康生活香港有辦法 或者上這個網站 www.hairagain.com.hk 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六、九點 再見大家 拜拜